1949年10月1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 到达广州北郊和沙河 随即进入市区 占领了市内国民党各机关大楼 长堤东亚酒店 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广州宣告解放 广州解放以后 从十月底一直到十一月中 举行了多次庆祝广州解放的游行活动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 十一月十一日 广州二十万市民参加的大游行 十一月十一日 一直沉浸在解放欢乐中的广州市民 纷纷走上街头 参加广州各界 庆祝广州解放大游行 游行的队伍分为两列 还举行了欢迎解放军入城仪式 走在群众游行队伍最前面的 是华南文工团 和广州市青年文工团的央歌队 金钱棒队等 这些年轻人身穿淡黄色的服装 腰缠红腰带 跟着欢快的古典 有节奏地尽情挥舞着红筹带 对于许多的广州市民来说 这还是第一次来自解放区的 欢乐央歌 同时在欢亲的队伍中 还有极具里南特色的舞狮表演 在游行队伍中 我们还能看到人们举着 上面写着广州解放小朝廷南逃 后面紧跟的是 华城蒋介石 宋美龄和美国佬的宣传队员 人们还在沙面河上 举行了水上游行 在花艇上再歌再舞热烈欢庆 广州也就此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总好物丶传队的冷清说日 第一次进入第一次来自逃 尽快乐处置 相当地冷清说不关 尽快乐处生 每一次也在赢 在退步的学校 呀吼嘿嘿 一個呀嘿 呀吼嘿吼嘿 呀吼嘿 嘿嘿 呀吼嘿嘿 一個呀嘿 寂寞去年天 是明亮的天 寂寞去年年好喜歡 民主政府外人明亮 共產黨的恩情 說不完 呀吼嘿嘿 一個呀嘿 呀吼嘿吼嘿 呀吼嘿嘿 呀吼嘿嘿 一個呀 해 寂寞去年多 experience天 寂寞去年尋世宅 寂寞去年至今 ano mi haco 民主政府外人明亮 民主政府外人明亮 才占占卜安全的恩情 說不完 呀吼jay 呀吼嘿firullah 快跳文 奇跳 dev